第六集 师哥送你吧 姜亭恩摊开手 知道丁汉白和纪盛宇不对付 便含糊其词 吊了个小锅 丁汉白拿起来 你吊的 对啊 我吊的 姜亭恩眼珠子瞎转 不但想承认 刚才吃了个冰淇淋 舒服得下刀如有神 我也没想到 那你现在有没有神 她没等姜亭恩回答 攥着南红就坐到抛光机前 不容反驳地说 我来抛吧 省得你灵光没开 又糟蹋了 姜亭恩不服气 但想想 反正是送给姜产威的 又不属于她 那爱谁谁吧 但她不确定地问 哥 这块真的特别好啊 丁汉白看见好东西就有好脸色 真是个好南红啊 画宫栩栩如生 走刀利落轻巧 没有一点瑕疵和不足 水平比可遇而合都要好 姜亭恩心里生气 合着继身语藏着真本事 到头来 他的水平还是倒数第一 他挺郁闷 哥 那我回了 你抛完直接给我小姑吧 丁汉白关门开机器 打磨了一晚上才弄好 抛过光的南红也才算彻底完成 他欣赏着 灯光下的南红透着平时没有的亮度 熟练的技巧撇开不谈 之所以好 是好在线条的分布上 一颗金刚石没什么 切工好才能成耀眼的钻 玉石也一样 雕出来好看是首要的 细观无瑕显手艺水平是高一等 最高等是完成品最大限度的美化料本身 盖一刀都不行 挪一离都过分 显然 姜亭恩没这个本事 打通任督二脉都办不到 时间晚了 丁汉白打算明天再给江采薇 回卧室时经过隔壁 发现眼睛的门已经开了 他咳嗽出动静 长腿一脉 登堂入室 正好撞见纪盛宇在擦手 纪盛宇试着头发 刚洗完澡 但头发可以不擦 手要好好擦 他没想到丁汉白突然过来 举着手忘记放下 有事啊 丁汉白吸吸鼻子 你抹什么呢 纪盛宇时指互相揉搓 抹油呢 丁汉白走近 看清床上的护手油和磨砂膏 随后抓住纪盛宇的手 滑不溜秋带着香 带着温热 十个指腹纹路浅淡 透着淡粉 连钉点茧子都没有 他们这行要拿刀 要施力 没茧子留下 比登天还难 丁汉白难以置信地问 你他妈 你他妈到底学没学手艺啊 济盛宇正看 分外难为情 可是又跟这人解释不着 就刚才抓那一下他感受到了 丁汉白手上的一层厚箭 都是下苦工的痕迹 刚长出茧子就用磨砂膏膜 还天天洗完了抹油 丁汉白粗声粗气地问 捡起护手油 闻闻又扔下 我跟你说啊 小心有一天把手指都磨透了 纪盛宇握拳不吭声 指尖犯着疼 他们这行怎么可能不长茧子 生生磨去当然疼 有时候甚至磨掉一层皮 露着红肉 我 我不能长茧子 算了 我跟你也说不着 丁汉白没多想 也没问 探究别的 你那翡翠耳环 是真的假的呀 继身雨明显一冷 目光看向他有些发症 丁汉白觉得这屋灯光太好 把人映得眉蓉蓉 眼亮亮 他在床边坐下 耍起屋来 哎呀 拿来我再看看 不然我不走 继身雨没动 假翡翠 你 丁汉白气得捶床 他居然看走眼了 本来有一对真的 被我师母要走了 师父想再给我做一对 我求他 让他用假翡翠 为什么 假的不值钱 师母就不会要了 我也不在乎真假 师父送给我 我就宝贝 既然宝贝 怎么轻飘飘就给我一只 鸡身雨运起火 想起丁汉白蒙他 我只是暂时给你 以后有了好东西会熟的 他牛脸看向丁汉白 你看出是假翡翠了 丁汉白脸上挂不住 转移话题 对了 季师父 是你爸 季胜雨果然沉默很久 我就喊过一声 总想着以后再喊吧 拖着拖着 就到他临终了 他哭着喊的 既方许笑着走的 丁汉白的心间骤然酸麻 偏头看向季胜雨 看见对方的发烧 滴下一滴水珠 掉在脸颊上 像是从眼里落下的 他起身朝外走 早点睡吧 季胜雨钻进被子 在黑夜里黄染 片刻后 窗户从外面打开一点 搜得飞进来一片金书签 正好落在枕头边 他吃惊地看着窗外的影子 不知道丁汉白是什么意思 说那么多 这书签送你 丁汉白冷冷地说 手擦完 头发也擦擦 人影离开 季胜雨 书开没睡了 战争与和平 已经被季胜雨看完大半 那片金书签正好用上 妥当地夹在里面 他知道丁汉白瞧不上他 也知道那晚丁汉白不过是心生测意 他没在意 怎么样都行 丁汉白同样不在意 他从小被送出挑剔的脾情 一时的同情过后 再看季胜雨毫无不同 可怜虽可怜 无能是真无能 他顶多想起对方的遭遇是 心软那么一会儿 并无其他 天气太热 凑一起吃饭都心烦 丁厚康一家在自己的院子里 丁岩寿一家在前院 暂时拆火 菜还没上齐 丁岩寿拿出一份档案 沈宇啊 我托人在六中给你落了学籍 季沈宇端着盘子 差点撒出菜汤 割下后 用力擦擦手菜筋 谢师傅 我什么时候去上学 马上放暑假了 你先随便跟一个班上课 等期末考试完 看看成绩怎么样 再让老师给你安排固定班级 丁岩寿挺高兴 倒了一杯葡萄酒 院长呢和我认识 方许当年来这里玩 还送过他一座三色芙蓉的讨礼树 至今还摆他办公室了 季沈宇在家言语不多 心里默默惦记着事 这下石头落地 连吃饭都比平时开胃 丁汉白如同蹭饭的 不吭声地闷头吃 他已经歇了好几天 百无聊赖 没心情 江树柳看他 你啊 不去上班就去店里 大小伙子闲着多难看 丁汉白挑着杏仁 玉霄既又没生意 在家闲总比在店里闲着好看点 他哪壶不开提哪壶 丁岩寿日夜操心 怎么重振旗鼓 偏偏亲儿子不上心 反正你闲着 那你接送慎宇上下学吧 丁汉白撂下筷子 对上他父母的目光 便知反驳无用 也是 季慎宇人生地不熟 来这以后 除了去过御萧季 似乎还没出过门 他一起季慎宇擦油 联想到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深闺小姐 扑吃一乐 他答应了 珍珠啊 那师哥送你吧 季慎宇一听这称呼 必然起鸡皮疙瘩 捏紧了词少说 谢谢师哥 这声师哥给丁岩寿提了醒 他指着丁汉白看起慎宇 慎宇啊 上学也不能荒废手艺 咱们这行才是主业 其他都是副业 你既然认我做师傅 我把会的都交给你 找不找我的时候 让汉白教你是一样的 师哥跟你一样 季慎宇确认到 丁岩寿笑起来 他这辈子只嘚瑟这一点 你师哥说话办事惹人厌 但本身没得挑 他看向丁汉白 忍不住责惯 慎宇来了这么久 你俩没切磋切磋 那住一个院子都干嘛了 丁汉白的表情像不忍足听 切磋 他没好意思告诉丁岩寿真相 怕季慎宇扫得顿地 抬起眼眸一瞥 没想到季慎宇打量着他 一脸坦荡 他觉得这小男蛮子 面如清透的白玉 可是厚度 当真不薄 季慎宇来这以后 还没见过丁汉白雕东西 只知道对方吃饭挑嘴 说话无情 游手好闲地歇着不上班 透顶顽固 不像技高于人 主要是不相信技高于锦 他们俩 一个交的外路 一个傲的内敛 谁也看不上谁 更遑乱服气了 晚上一到回小院 门口分别时 季慎宇出生 师哥 明早上学 他怕丁汉白 又睡到日上三竿 上呗 丁汉白脚步没停 看你期末考几分 季慎宇没白白担心 一日一早 他都收拾好东西了 可丁汉白的卧室门还关着 背脚处的空调机连夜工作 漏了一滩凉水 他看时间还富裕 就坐在走廊等候 顺便把课本拿出来复习 等了半个小时 再不走真要迟到了 他敲敲门 师哥 你睡醒了吗 里面没动静 季慎宇更使劲地敲 师哥 上学该迟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第七集 六点半放学 丁汉白 白区洗漱 不慌不忙 季慎宇心里着急 进卧室给对方准备好衣服 一摸一跪 犯了职业病 目光流连徘徊 纵着鼻尖闻闻 趋着手指敲敲 把木头的硬度 光泽 和气味 全领略了一遍 丁汉白洗漱完进来 靠着门框打磕水 你爱上我这衣柜了 季慎宇头也不会 这木料也太好了 在扬州得打着灯笼着 在这儿也难寻 丁汉白觉得 季慎宇挺失货 上前拉开柜门 挑出一身衣裤 然后当着季慎宇的面换上 他边扎皮带 边使唤人 给我寄扣 季慎宇立即伸手 迅速给丁汉白 把衬衫扣子系好 即时离得近 他正对上丁汉白的猴截 便滚动自己的开口 师哥 六点半放学 上过不用你告诉我 季慎宇收回手 有些愁愁 那你早点来接我 他在这儿 只认识丁家的人 就算丁汉白 对他横挑鼻子 竖挑眼 那也是最相熟的 但他对于丁汉白 不一样 比不上亲朋 不值当费心 就像早晨起不来一样 他怕丁汉白 下午忘了街 出门太晚 丁汉白 把车开得飞快 颠得季慎宇 差点吐出来 但还是迟了 学校大铁门关着 季慎宇独自下车敲门 和门卫室的大爷 百般解释 可他既没证件 也没校服 人家就是不让他见 季慎宇翻出档案 大爷 我是新转来的 今天第一天上课 新转来 也得家长办手续 不然怎么证明啊 大爷端着唐瓷缸 第一天上课来这么晚 太不像话了吧 汽车已经掉头 丁汉白从后视镜 看到一切 只好熄火下车 他小跑过去 师傅 办什么手续啊 我给他办 你不让进门 怎么办手续啊 大爷绕晕了 你是他哥 丁汉白手一伸 穿过栅栏摸到铁栓 拉开门就推门进去 大爷健壮吵起来 他挡在前面 反手扯着季慎宇的书包袋子 连人带包拽出去多半米 喊道 你撒什么义证呢 跑啊 季慎宇把腿就往教学楼跑 御将老师就表明来历 挺顺利地被带进一间班级 等落座喘云气 忍不住担心丁汉白 在校门口怎么样了 丁汉白好得很 被大爷扭着胳膊 还能嬉笑怒骂呢 大爷 你去大厅里看看 优秀毕业生的照片墙 你找找 看看有没有我丁汉白 开一下母校大门怎么了 听你的浮雕 都是我爸带着我课的呢 大爷在这干了十几年了 丁什么 你是丁汉白 丁汉白正开 沉沉领子 对啊 我就是这儿毕业了 不是什么不法分子啊 放心啊 大爷气得嗓他 吆喝百满似的 就是你这小子 那时候在老师们的车横梁上刻字 什么乌龟王八蛋 什么作业写不完 我抓不住人 天天扣工资 你这小子一肚子坏水 我先走了 丁汉白早忘了陈年旧事 笑着奔逃 钻进车里还能听见大爷的叫骂 开到街上 才逐渐想起来 他那时候铅笔盒沉颠颠的 一支笔四支刀 反哪个老师 就给人家车横梁上刻字 迎头小凯 刻完刷一层金墨 路过文物局 方向盘一打拐进去 他休息一个多星期 张主任应该回来了 他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带东西 办公室还是那些人 瞧见丁汉白进门都热闹起来 丁汉白平时大方 帮个忙什么的也从不计较 人员不错 他朝主任办公室挠挠嘴 问 回来了 同事点点头 张主任和石组长正分赃呢 丁汉白去消假 返回石 正好对上石组长出来 他发觉石组长瘦了 可见这趟出差辛苦 迎上去 拎着水壶给对方沏茶 问 嘿嘿嘿 组长 想不想我 石组长瞅一眼办公室 咬着后槽牙 我每天都想你 福建打捞出一批海洋出水文物 各地文物局都去看 开大会 初步过筛 献选购买 连轴转费紧心力 石组长给他一拳 我得歇几天 接下来 你替我抛铁干活 就没 买点什么东西 石组长又来一拳 你就惦记这些 他压低声音 悄悄的 孙悔轻得要报批 我只见了些孙悔厉害的 给市里展览的 我不做主 全由张主任挑 丁汉白心仰难赖 晚上我请客 让我瞧瞧 他这一整天都没别的心思 攒足劲干完积累的工作 只等着下班 跟石组长保眼福 六点半一到 开上车拉着对方 先去酒店打包几道菜 直奔对方家里 单元房有些闷 丁汉白无暇喝酒吃菜 展开旧床单铺号 把石组长带回来的文物碎片 倒腾出来 蹲在床边心上 石组长凑来问 都是破烂 你喜欢 丁汉白捂着口鼻 隔绝海腥味 嗡声嗡气地说 我对谷案感兴趣 市面上出水文物都太假了 可惜这些又太烂 不过岁域 也比全户碗片强啊 石组长摆摆手 那你都拿走 这堆破瓷烂桃 你扫了不让流 上面有盘管虫 脏 丁汉白立刻打倒 生怕对方反悔 这下能拿回家慢慢研究了 收视星坐下来吃饭 外面天已经黑透了 天气预报都快播完了 他敲开蟹壳忽然一顿 总觉得忘了什么事 今天怎么开车来的呀 那别喝酒了 怎么开车呢 因为开车快 为什么要快呢 因为出门晚了会迟到 丁汉白啪地放下筷子 他忘记去接济盛宇放学了 那堆破烂放在车座上 怕颠碎又不敢开太快 丁汉白绕近路 到达六中门口 大铁门关着 里面黑漆漆一片 根本没有人影 他下车隔着铁门喊 师傅 上午那个转学生 已经走了吗 大爷出来了 拔着我窗户 看完新闻联播就走了 丁汉白开车离开 一路注意着街道两旁 可汽车不可能行驶太慢 总有看不清的地方 他猜测继身雨 没准已经到家了 干脆加速朝家里赶 前院客厅没人 丁岩寿带江树柳 给朋友过生日去了 丁汉白跑进小院 发掘黑纸灯关着门 纪慎宇没回来 又跑回前院卧室 找江采薇 小爷啊 纪慎宇回来没有啊 没有啊 慎宇不是今天上学吗 你不是负责接送吗 我以为你带着他 在外面吃呢 丁汉白没听完 就转身走了 骑上自行车 冲进夜色 沿着街边骑边寒 沈卓 纪慎宇 纪慎宇 家里距离学校庭院 早上开车又快 纪慎宇肯定记不住路 这会儿不定自己走哪儿去了 纪慎宇的确迷路了 他在校门口等了一个小时 把学校都等空了 回忆着来路往回走 越走越饿 这儿比扬州大多了 马路那么宽 路灯之间隔得好远 他经过一片湖 来的时候没记得有湖 再一绕 从湖边进了公园 绕出来 又是另外一片模样了 沿街有垂柳和跃迹 书报停车在锁门 他过去问玉香记怎么走 人家说远着呢 他抬头看看月亮 这儿的月亮倒是和扬州的一样 他想回扬州了 想一辈子就叫了一次爸爸的寄方许 他明明提醒丁汉白早点来接他 丁汉白为什么不来 是因为他叼的富贵竹太烂 还是因为他用假匪碎骗人 又或是他没见那本如山如海 纪深宇继续走 背上的明月清辉都觉负担 他挨着墙根 红墙黑娃挺漂亮 他就沿着一直走 丁汉白看见纪深宇的时候 对方在看屋檐下的一圈鸟窝 纪深宇忘了 没露出任何表情 欣喜或失望 什么都没有 丁汉白推车过去 伸手摘下纪深宇肩上的书包 很沉 他拎着都显沉 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终还是那副德行 你 你怎么不等我 你瞎跑什么呢 我知道你不会接我的 什么 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打算接我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第八集 忘了也不行 我知道你根本就没打算接我 我忘了而已 丁汉白捏捏捏灵的 把心虚表露无遗 我有点事忘了 我这不出来找你了吗 来来来上车 自行车稳稳地沿街慢行 书包挂在车把上晃了 丁汉白找人时出了一身汗 后背的衣服都贴着肉了 纪深宇抓着车座下的弹簧 微曲着双腿轻轻打颤 怎么样 饿不饿呀 今天都学什么了 你同学没让你来两句扬州话 丁汉白问了一串 半次回应都没得到 他猛地刹车 到底想怎么着 你明天问问开门大爷 我去没去 我忘了就是忘了 弄得好像我故意不要你似的 纪深宇一拳砸他背上 忘了也不行 丁汉白被砸得一正 明白了纪深宇的前台词 他的确是忘了 但忘了对纪深宇来说 和被扔下没什么区别 因为当时的感受都一样 倦鸟要归巢 纪深宇立在校门口 等到人们走近 和离开扬州时一样狼狈 他顿时语色 纪深宇便说 我很快就记住路了 我记住之前 你别忘了不行吗 他这回声音很轻 丁汉白一口气蹬回家 江彩薇在大门口等他们 还热好了晚饭 纪深宇没吃 静字回卧室写作业了 丁汉白求江彩薇 你去给他送点吃的 江彩薇把饭盛好 你自己去 不是我 丁汉白单手拖着挽回校院 见平时虚眼的门紧关着 悄悄也没人应 我进去了 他说完推门 里面亮着灯 桌上放着书本 但寄深宇没在 他估计寄深宇洗澡去了 放下碗赶紧走 免得见面又闹不愉快 一夜过去 丁汉白起个大扫 拿着打气筒 准备打打车胎 走近发现 车梁上一行小字 飙飙准准地受金体 刀刻完苗心 转运出藏风 醒目无比 混蛋王八蛋 丁汉白觉得 这大概就叫因果报应 他弯腰凝视那五个小字 撇开内容不谈 字写得真不错 写完刻的也不错 再上手一摸 转折拐角处的痕迹颇深 力道不小 囚禁得很 丁汉白通过昨天的情感矛盾 确定是寄深宇刻的 但疑惑的是 寄深宇能刻出 这么入目三分的字来 用那连薄茧都没有的食指 和画画石乱晃的腕子 他琢磨着这事 以至于忘记 追究这句骂他的话 打好气去吃早饭了 终于和寄深宇碰上面 师爹啊 他把两股拧成的油条 一拆为二 递给对方一股 喜欢受惊天 寄深宇接过 坦荡荡地说 喜欢 秀气 丁汉白心中觉得有趣 哪怕是骂人 也得挑选好看 挺讲究 对他的脾气 吃完趁早出门 书包还挂在车把上 铃铛捏响 骑出去几米 丁汉白手抬高点 就能抓住路旁的水柳 指甲一掐弄断一条 反手向后乱挥 寄深宇躲不过 况且柳条浮在身上发痒 于是揪住另一头 以防丁汉白找事 丁汉白左手攥住车把 右手撑撑拽拽 不得其法 干脆蛇吃豆子似的 用指甲掐着柳条 一离离前进 一寸寸攻击 越挨越近 孤得蹭到寄深宇的指尖 飞快地一下 丁汉白的手背挨了一巴掌 柳条掉落 卷入车胎的轴承里 饱受一番揉力 落地后又被风吹抖 左右都是命途不尽 丁汉白顽皮这一下子 没什么意义 结束后还有点尴尬 低头看见横梁上的字 故意感叹 哎呀 力道那么足 课的时候得多恨我 季深宇不吭声 从出门到眼下 每条经过的街道 都默默记住 路口有什么显眼的地标 也都囊括脑中 他在兜里揣着一支笔 时不时拿出 往手心里画一道 到六中门口时 拼凑出巴掌大的地图 丁汉白 丁汉白单腿撑着地 漫不经心地做保证 我六点半下班 四十五准时到 你在教室写会作业再出来 不料季深宇背好书包说 不用了 我已经记住路了 丁汉白似乎不信 远着呢 你记清了吗 嗯 我知道你不愿意接送我 这是最后一趟 以后就不用麻烦了 季深宇一早就是这么想的 尽快记住路 那就再也不麻烦对方 要是昨晚丁汉白没忘 他昨晚就能记住原路 丁汉白却好像没反应过来 钻紧车把沉没片刻 然后什么都没说 就掉头走了 丁汉白去上班 但凡看见个挡路的 就捏紧铃的 感应超美 到文物局的时候 办公室还没人 他孤零零地坐在位子上 盯着支架上 一点淡绿色除神 不用再接季深宇 这无疑是件可喜可贺的事 但他处于被动 感觉被抛弃了一样 也不太对 像被季深宇辞退了一样 季深宇还在他自行车上 可混蛋王八蛋 这也成了一笔烂账 丁汉白人生中 第一次这么憋屈 亏他昨晚良心发现 内疚小半宿 那堆残损文物 都没顾得上欣赏 什么狗屁 他低马 声不敞亮 闷着不高兴 而后又拔高 掀了层浪 老子还不伺候了呢 看你起码考几分 其实除了丁汉白以外 家里其他人也都等着看 他们兄弟几个 虽然主业已定 但读书都不算差 就江田恩谈玩 差一些 纪深宇还不知道自己的成绩 如此招人惦记 只管心无旁骛地用功学习 况且他志不在交友 期末氛围又紧张 独自安静一天都不曾吭声 放学后 班长忽然过来 下周考试那两天 你打扫为什么 既深宇应响 索性今天也留下一起打扫 省得到时候慌乱 他帮忙扫地擦桌 等离开时 学校已经没多少人了 校门口自然没有丁汉白的影子 他不必等 对方也不用嫌麻烦 纪深宇沿街往回走 停在公交站仰头看站牌 正好过来一辆 默念着目的地上了车 真的挺远 最后车厢将近走空 他在池王府站下车 还要继续步行几百米 清风拂流 纪深宇蹦起来揪住一截掐断 甩着柳条往回走 他离开扬州这些时日 头一回觉得自已 走走左边 走走右边 踢个石子 或哼句小曲 没有长辈看见 没有不待见他的师哥们取笑 只暴露给天边 一轮活生生的夕阳 师父啊 纪深宇小声嘀咕 垃圾啊 我忽然想不起你长什么样子了 他想要跑起来 你保佑师母就行了 不用惦记我了 十几米开外 丁汉白推着自行车慢走 掩开着纪深宇消失于拐角处 他以早到为由 早退了一刻钟 纪深宇磨蹭着从学校出来时 他已经在小卖部 喝光三瓶汽水 一路跟着公交车猛骑 等纪深宇下车 他才喘口气 他既操心小男蛮子会走丢 又不乐意被辞退还露面 只好默默跟了一路 可纪深宇的活泼背影 有些恼人 什么意思 不用看见他就那么美滋滋啊 丁汉白回家后拉着脸 晚饭也没吃 摊着那一包海洋出水的残片研究 本子平放于手边 鉴定笔记写了满满三页 他都没发觉白衬衫上沾了污垢 纪深宇进小院时明显一愣 他知道丁汉白不可能守着破烂欣赏 忍不住走近一点观摩 又忍不住问 师哥 这些是什么 丁汉白轻拿一桃片 充耳不闻 眼里只有漂泊百年的气物 没有眼前生动的活人 纪深宇不确定地问 像海洋出水的文物 是真的还是造的 丁汉白这想抬起目光 你还认识文物 嗯 我在书上看过 就是那本如山如海 不提还好 丁汉白借书不得 一提就怂气 脸上东西就回了书房 纪深宇还没看够 走到书房窗户 悄悄地偏脑袋 目光也在那堆破烂上流连 他想 丁汉白喜欢古玩文物 也对 顽固子弟 什么糟钱爱什么 他又想 丁汉白分笔集书在写什么 难不成能看出门道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第九集 我也饿了 季深宇脑袋偏着 目光也不禁偏移 移到丁汉白骨节分明的大手上 那只手很有力量 捏着笔杆摇晃 又写满一页 手背绷起的青色血管 如丝鲜活 交错着 透着生命力 丁汉白握过他的手腕 也攥过他的手 他疏得想起这些 笔杆停止晃动 丁汉白放下笔 拿起一片碗底 试图清除盖纸 看看落款 结果弄脏了手 季深宇眼看对方皱起眉头 接着挺如陡风的鼻梁 还纵了纵 他想 这面相不好招惹 英俊也冲不但他的刻薄 他静观半上 文物没看见多少 反将丁汉白的手脸 窥探了一遍 终于回屋 挑灯复席去了 两人隔着一道墙 各自拂案 十点多 前院熄灯了 十一点 东院也没了光 只有他们这房小院 还亮着 凌晨一到 机械房里 没修好的古董 夕阳中响了起来 此拉此拉 又戛然而止 继续与和尚书 摸出一块平滑的玉石画起来 边画边被刻文 备完收工 下次接着来 他去洗澡的时候 见书房还亮着灯 洗完澡出来后灯灭了 丁汉白 竟然坐在廊下 继续与过去问 师哥 你坐这儿干什么 丁汉白打咖欠 还能干什么 等人洗澡呗 对方的衬衫上都是泥垢 没准还沾了虫尸 继续与弄不清 那堆文物上 都有什么生物脏污 总归不干净 他又走开一点 丁竹道 那你脱了衣服 不要往矿里放 丁汉白听出了嫌弃 不放 我一会儿让你床上 三两句 不嫌不淡地对话说完 继续与回卧室睡觉 自从继方许生病开始 他就没睡好过 无论多累 总要很长时间 才能睡着 平躺半天 没踏入梦乡 先空虚了杜妇 继续与起来吃桃酥 一手拖着接渣渣 没浪费丁点 人影游远极近 停在门口抬手一推 又游须变时 丁汉白一脸严肃地进来 魂不拿自己当外人 饿死了饿死了 给我吃一块 他没吃晚饭 早就后背贴前胸 没等继续与手啃 就拿起一块 难吃 一口下去又放下 可以饿死 但不能遭捡自己的嘴和胃 吵了 一点也不酥 鸡肾瑜有些急得生命 这是小姨给我的 所以她省着吃 不能吃半口浪费了 丁汉白莫名其妙 误会她 给你喝桃酥 你就舍不得吃了 怎么说扬州的典型 也挺多种了吧 别这么不开眼 她想起对方是私生子 还招季方许老婆恨 估计你也没吃过什么好的 今晚师母买了 酒帽斩的扒鸡 那是好的吗 季申宇一听 立即问 百年老字号 一直改良 当然是好的了 季申宇擦擦手 我以为你吃过什么好的呢 也就这样呗 两分钟后 前院厨房亮起灯 丁汉白和季申宇 谁也不服谁 还想一决高下 季申宇不敢吭声 怕和丁汉白 嚷起来吵醒别人 他把丁汉白 推到一边 转身从冰箱里 拿出剩下的半只爬鸡 你干嘛呀 季申宇不回答 把装着香料的 粗麻布包掏空 然后撕烂扒鸡塞进去 再加一些葱白 一勺麻椒 布包没入冷水 水沸之后煮一把细面 面熟之后丢一颗菜心 一碗鸡汤面出锅 丁汉白在热气中湿沉 一筷子入口后 目光彻底柔和起来 无油无盐 全靠爬鸡出味道 还有葱虾和蚂蚁 他大快夺一 不是令鱼夸奖 实在是顾不上 季申宇捞出布包 爬鸡现成 但味道差一点 鸡肉煮酒也不嫩了 丁汉白 饿劲缓解 那就扔啊 季申宇把布包扔进垃圾桶 牛脸遇上丁汉白的事情 忽然也懒得再计较 师哥 他盯着碗颜 我也饿了 丁汉白夹起那颗 嫩生生的菜心 张嘴 口中一热 季申宇满足地瞇了瞇眼睛 再正开始 丁汉白连汤淡面都吃干净了 夜已极深 肚子一饱翻上来成倍的困意 丁汉白说 坐公交得早点出门 季申宇知道 丁汉白又说 那你能起来吗 季申宇不知道 丁汉白又又说 还是我送你吗 谁也没料到 季申宇会在期末考试中 一记绝尘 丁家的几个兄弟 成绩都不错 但家里并不算重视学习 丁岩寿也一早说过 玉石雕刻才是主业 其他都是副业 之所以没有预料到 还是因为季申宇平时不坑不哈 膝下打闹或者深沉严肃都难见 漏于人前是安静 背于人后时更加安静 除了丁汉白 没人接近过季申宇的日常生活 然而就算丁汉白进水楼台 也没怎么注意季申宇的一举一动 他倒是知道 季申宇睡得很晚 天天挑灯不知道干什么 哪怕猜到是读书 却没想到这么会读书啊 之前那晚 他被季申宇一碗洗面搅软了心肠 头脑一热提出继续接送对方 奈何他实在不是伺候人的命 送了几次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幸亏放暑假了 两个人都得到了解脱 机器房的门关着 季申宇终于能仔细观摩一遍 丁可遇和丁耳和擦拭机器 挑选出要用的钻刀 三五分钟后 丁岩寿也到了 一诗三图准备上课 空调没开 满屋玉石足够两块 丁可遇声若闻盈 哥 咱们和他一起啊 他 只记甚余 丁耳和瞄眼丁岩寿 没有出声回答 你们仨过来 丁岩寿喜性手开口 小价一学南京 你们都知道技法 得自己不停琢磨 这个不停 不是一个来月 也不是一年半载 是这辈子 丁岩寿顿了顿 沈宇啊 方许有没有说过这话 师父说这行没顶风 这行也不能知足 得判一辈子 其实哪行都一样 丁岩寿面前放着 新华四点 那么大的一块结晶体芙蓉 天然没动过 透着荧光粉气 摸着降温解暑 他说 中等劲儿 我不画直接走刀 看刀锋怎么走 画之前要设计 要构思 要根据料的颜色光泽考虑 基本没人敢直接下刀 丁岩寿却没考虑 握紧钻刀 大拉拉的一枪 把料一转 又是一刀 一共四刀 碎屑飞剑 痕迹颇深 哪儿也不挨着哪儿 像是 毁东西 丁岩寿这时说 大部分天然的料 都斑驳有瑕 这一块 是你们师哥 弄回来的极品 但我要考你们 所以 破坏破坏 还真是毁东西 丁可遇心脚痛 不敢想丁汉白回来 要怎么大发雷霆 丁耳和问 大伯 这一块料要切开吗 不切 反正就一整块 看着办 这堂课结束后 丁岩寿带着 季慎宇去御萧记 丁可遇和丁耳和 收拾打扫 他们兄弟俩 慢腾腾的 光碎屑 就恨不得搓一十三刻 哥 这怎么雕啊 这不切开 各雕各的 那挤在一块料上 那不成四不像了吗 让咱们跟 季慎宇合作呢 丁可遇不乐意 他那水平啊 不敢恭维 收拾完 反正季慎宇走了 缺一个人 没法商量 又担心 丁汉白回来 发疯打人 干脆丁可遇和丁耳和 也先按兵不动 季慎宇已经到了御萧记 陪丁岩寿人工检索分类 把准备上柜的货 最后筛选一遍 慎宇 喜欢念书吗 更喜欢看书 怎么了师父 没事 随口一问 丁岩寿 没想到季慎宇的成绩那么好 他也知道季方许 早就重心偏移 折腾古玩去了 所以不确定 季慎宇 在本行的兴趣和决心 有多少 季慎宇人如其名 很谨慎地问 师父 是不是我学习 耽误出活了 因为我想考好一点 你平白收下我 我想给咱们俩正面 别紧张 我知道你更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 师父都支持 季慎宇反而更赘赘 他并非多疑 只是经受不起 所以惶恐 丁岩寿 哪有照料他的义务 这一辈子吃饭穿衣 干什么都要花钱 他要是有心 就得鞠躬尽瘁地 为玉萧季出力 可是丁岩寿 却问他更喜欢什么 不限制他的选择 季方许都没那样 对他说过 季慎宇直到晚上回家 都揣着心事 回到小院也不进屋 坐在走廊 倚靠着栏杆发呆 连丁汉白那么高一人 走进来 都没注意到 考第一 还不高兴啊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第十行 是我雕的 丁汉白抢了 姜采薇的冰淇淋 见季慎宇撒着一整 就手欠 把冰凉的盒子 在季慎宇后井一贴 帮助对方迅速还魂清醒 他在一旁坐下 考第一还不高兴啊 季慎宇头回被丁汉白夸 算来算去又是最熟的 于是把丁严寿那番话 告诉丁汉白 丁汉白听完继续吃 眼也不抬 眉也不挑 感动啊 季慎宇点点头 丁汉白说 哎呀 就算季师父跟我爸 情同手足 就算好的穿一条裤子 那也不是亲兄弟 那你也不是我们家的人 真话难听 所以一般没人说 季慎宇想捂住丁汉白的嘴 你别误会啊 这个亲书之分呢 不是说感情假 而是我爸可以把你当亲儿子疼 也可以管你这辈子衣食无忧 但是 他不能像打骂亲儿子一样教训你 不能施加给你亲儿子该承担的责任 季慎宇宇 季慎宇似乎懂了 牛脸看着丁汉白 丁汉白这个亲儿子吃完了冰淇淋 惬意地靠着栏杆 像说什么杂事闲情 我爸从没问过我更喜欢什么 我可以喜欢别的 但都不能胜过本行 就算胜过 我此生此身 也得把本行放在奋斗的守卫 他也牛脸看季慎宇 我姓丁 这是我的责任 季慎宇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丁汉白的眼睛 双瞳点墨抛光 黑极亮极 惹得他放慢语速 那你怎么想 心甘情愿吗 由着性子来的是男孩 担起责任的才是男人 我心甘情愿啊 可他心底最深处的海浪没掀出来 郁香记得延续是他的责任 他以后得接着 得做好 但本行就未必了 祖上的人选择这行做本行 难道后人必须一成不变 他凭什么不能自己选 丁汉白把冰淇淋的盒子揉扁 也暂时把矛盾熄灭了 走廊又剩机身于一人 他被丁汉白那番话敲击心脑 回味久了 绝出疲累 伸个懒腰回屋睡觉了 书房门支牙打开 丁汉白把一袋垃圾搁在门口 指使他明早扔掉 季甘雨没在意 一日早上才从袋子口看星 里面居然是那堆海洋出水的文物碎片 他寄予已久 抱起来就躲回房间欣赏 这堆东西被删选过了 一些体积大的 损毁轻的被丁汉白留下 余下的这些都又碎又烂 季甘雨仔细装好 像简陋似的心花怒放 在出门碰上丁汉白起床 笑容都没来得及收敛 丁汉白半梦半醒 眼看着季甘雨跑出小院 人都跑没影了 仿佛笑脸还停在医院早暇里 他没换睡衣 静止去机器房 想趁周末有空做点东西 一大家子人都起得不稳 全在前院客厅吃早饭 季甘雨在扬州时 只一家三口 有时候拭目烦他 他就自己在厨房吃 很少大清早就这么热闹 周汤成好 将采薇挑着红豆 多一点的一碗给季甘雨 汉白还没起 甘雨叫你师哥吃饭 不起就揪耳朵 没等季甘雨回话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外面传来 众人齐齐望向门口 就见丁汉白乱着头发闯进来 金刚怒目都不如他火气的 谁他妈动我的浮容室了 丁尔和和丁可遇悄悄看丁严寿 并且同时嗦嗦间做防御姿态 季甘雨端着红豆粥 一脸无尾 心想丁严寿最大 丁汉白只能咽下这口气 丁严寿坐在正尾 我动的 丁汉白脸上的火气 却没消遣一星半点 你动的 你活了半辈子看不出来 那是什么档次的料 那是天然形成的 是奇品 他已经冲到桌前 一巴掌砸在桌岩上 把两根油条 都从盘子里震得滚出来 最要紧的那是我的料 我至今都没舍得碰 你给我糟蹋了 那吼声欲先防顶 季甘雨害的粥都端不住 他哪能想到丁汉白 敢这样跟丁严寿叫板 丁严寿不硬碰硬 似是料到这反应 先吃饭 消消气 我消他妈不了 谁料到 丁汉白还有更缺的 这是我珍藏的宝贝 你上去吓滑了死刀 你这等于干什么 等于是给我老婆毁容 你怀了什么心思 才能下这个手啊 季甘雨被这比喻 激得一哆嗦 他出声解释 师哥 师父是要砍我们 让我们调 他没说完 被丁可遇踹了一脚 险些咬住舌头 丁汉白略断一秒 被季甘雨这句解释 搞得火气更旺 就为了教他们 所以回我的料 他们那点手艺也配 他一直看着丁严寿 他喊出的话 把另外三人全都扫射了 丁二和跟丁可遇 可没什么表情 只在心中愤怒 季甘雨不同 他没想到丁汉白心里 对师弟的看法就是这样 竟然那么看不上 丁汉白却坦荡荡 谁挤进尽量 心里都有数 我舍不得碰的东西 别人根本配不上 那死刀我会救 你们要学要 教你们自己找东西 谁他们也别再找 不动快 早饭时一场大闹 几乎所有人都没了胃口 丁厚康旁敲侧击 给丁严寿上眼药 想给自己俩儿子 找找公道 季甘雨把一碗粥搅和凉 也气得喝不下去 他觉得丁严寿擅自毁坏玉石 的确欠托 但不至于让丁汉白 骂那么难听 尤其是贬低他们几个师兄弟 那两句 狂忘劲能吃人了 他爸回小院 又对上丁汉白 到拱门后面偷看了半天 才进去 不料丁汉白不在 丁汉白正抱着他那 毁容的老婆在江采薇房间 五指修长有力 但爱抚在上面的动作 格外轻柔 江采薇端进来吃的 关上门说 吾儿也发了 亲爹也骂了 吃饭吧 丁汉白玩玩袖子 小爷 你说我骂得对不对 江采薇是丁汉白的亲小姨 是姜亭恩的亲小姑 和丁儿和丁可遇隔着一层 不过他对每个人都很好 但谁没有死心 在好的基础上 他最疼丁汉白和江亭恩了 骂人还有对不对一双 当着那么多人出你爸海 你还没学会走路 就被你爸抱着学看玉石了 急不急品 也是当初你爸教你认的 丁汉白捏着筷子 划了碗颜 我在气头上 是让他回我东西 还是给那几个草包用 他的想法非常简单 对于技法和材料 需要保持一种平衡 七分的技法 不能用三分的材料 更不能用十分的材料 丁汉白有火就散 从不委屈自己 这会儿收拾干净桌子 给江采薇展示 粉白银润的一块石头 他觉得很适合江采薇 能招桃花 小爷啊 你喜欢吗 那我好好叼一个 给你当嫁妆 行啊 连上我的男红小象 一大意想 丁汉白扭头 看梳妆台的小象 抛光之后 又放了一段时间 被摸得更加光滑 他终于想起来问 这个不是廷恩做的吧 到底谁送你的呀 你猜猜 我爸 可他哪有时间 调这种小劲 线条画法也不像他呀 这个柔 是慎宇 季慎宇 季珍珠 他对季慎宇的全部印象 都在那次不及格的富贵竹上 就算偶有失手 也不可能从青藏高原 偏执乌鲁木齐 除非对方压根就在演戏 可他不确定 季慎宇的手艺 能有这么好 丁汉白一阵风势的卷进小院 院里三两棵树之间 牵着细绳 季慎宇正在树下晾衣服 摇摇对上一眼 季慎宇疑似 翻了个白眼 也对 他早上那番话伤人 如果季慎宇真是妙手如丝 那生气很正常 丁汉白 游手好闲地过去 拿起一条裤子 拧巴拧巴 展开一搭 把绳子压得乱晃 喂 那个 小姨那儿的南红小巷 是你雕的 漫不经心的口气 偏人的余光却增量 季慎宇把一条枕套夹在身上 是我雕的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